起甲银公元前67年至几位公元前62年一共6年 汉宣帝的劫三年甲银公元前67年 春季三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 人们常听说如果有功不赏 有罪不乏即使是谭瑶 于顺也无法将天下治理好 如今焦东国丞相王成工作勤奋 当地申报户籍定居的刘敏达八万余人 治理成孝维特等 赐王成官内侯爵位 并将其官阶提高到中二迁时 还没等到朝廷自行征召任用 王成就因并死于任上 后来汉宣帝命丞相御使项各郡 国来朝廷承送财政户籍博策的掌食 守成等官员询问朝廷政令的得失 有人提出前焦东国丞相王成 自己虚报流民申报户籍的人数 以获得朝廷的表彰和重赏 从那以后 很多庸禄无能的官吏都靠虚假的成绩 来骗取名誉 夏季 四月勿深 二十二日 汉宣帝立儿子刘为皇太子 任命秉级为太父 太中大夫书广为少父 又封太子刘的外祖父徐广汉为平恩侯 霍光的侄孙中郎将霍云为官养侯 霍光的妻子霍显听说刘被立为太子 气得饭也吃不下 并吐了血 说刘是皇上为平民时生的儿子 怎能被立为皇太子 如果将来皇后生了儿子 反倒只能做诸侯王吗 于是霍显又教皇后霍成军毒死皇太子 皇后几次召太子前来 赐给食物 但太子的保姆和奶妈总是先尝过之后再让太子吃 皇后拿着毒药 却无从下手 五月假身 二十九日 丞相为贤因年老多病 请求退休 汉宣帝赐给他黄金一百斤和一辆油四匹马拉的 可以坐成的安车 允许他辞官回家 丞相退休 自为贤开始 六月仁臣 初期汉宣帝任命卫相为丞相 薪酬十六日 任命丙吉为御史大夫 书广为太子太父 书广兄长的儿子书寿为少父 太子留的外祖父平恩侯徐广汉 因为太子年纪又小 便向汉宣帝建议 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顺监护太子家 汉宣帝询问书广对此事的看法 书广说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 其师有必须由天下的优秀人才来承认 不应只与其外祖父许是一家亲密 况且太子自有太父 少父 官署已经齐辈 而今再让许顺监护太子家 将使人感到浅漏狭隘 不是向天下传扬太子品德的好办法 汉宣帝认为 书广的话很有道理 便将词语转告丞相魏乡 魏乡摘下帽子 谢罪说 这种高超的见识是我等所不及的疏广 因此受到汉宣帝的器重 京师长安下了一场大冰雹 大航城东海人肖旺之 向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 认为这场薄灾是由于朝政大事都有大臣把持 一姓人专权而招致上天警告 汉宣帝早就听说过肖旺之的大名 于是任命他担任业者 当时汉宣帝正广泛严览贤能才俊之人 很多百姓尚书朝廷提建议 汉宣帝总是将百姓的尚书交给肖旺之审查 才能高的请丞相御史试用 稍次的交给中二千世官员试用 满一年后将试用情况奏文朝廷 才能第一的则奏报皇帝遣送回乡 肖旺之提出的处理意见 都正和汉宣帝的心意 所以一律批准 冬季十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 先前在九月人参十九日发生的地震 使朕非常恐惧 如有能指出朕的过失以及各郡 国举荐的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见之士 要匡正朕的失误 对有关高级官员的错误也不必回避 由于朕的品德不足 不能使远方的满足归附 因而边境的屯树事务一直不能结束 如今又调兵增加边赛屯树力量 使百姓长期劳苦不止 不利于天下的安定 解散车骑将军张安氏 又将军获予所属的两支屯树部队 又下诏命令 将未使用过的皇家池塘和禁院借给贫苦百姓 让他们在其中从事生产活动 各郡 国的公事 别管 不要再进行修缮 返回原籍的流民 由官府借给公田 带给种子 粮食 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摇曳或是一家在朝中势力强大 骄横奢侈 太夫人获险大规模的新建府地 又制造同御用规格相同的人拉拧车 会以精美的图画 车上的入垫用锦绣制成 车身涂以黄金 车轮外裹上熟皮和棉絮 减轻车身的颠簸 由是女用五彩丝绸拉着霍显在府中游玩娱乐 另外 霍显还与管家冯子都淫乱 霍宇 霍山也同时扩建宅地 常常在平乐馆中骑马奔驰追逐 霍云几次在朝会时称病而私自出游 带着许多宾客到黄山院中行围打练 派奴仆去朝廷报到 却无人敢于指责 霍显和他的几个女儿 昼夜随意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姓宫 没有限度 汉宣帝早在民间时 就听说霍是一家因长期地位尊贵 不能自我约束 亲掌朝政以后 命御史大夫魏湘任给世忠 霍显对霍宇 霍云 霍山说 你们不设法继承大将军的事业 如今御史大夫当了给世忠 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你们的坏话 你们还能救自己吗 后霍 魏两家的奴仆 因争夺道路引起冲突 霍家奴仆闯入御史府 要替魏家大门 御史为此叩头道歉 方才离去 有人将此事告诉霍家 霍贤等才开始感到忧虑 当魏相成为丞相 多次在汉宣帝闲暇时 受到召见 报告国事 平安侯徐广汉和市中金安上 也可以静止出入宫廷 当时霍山主管上书事务 汉宣帝昆却下令 允许官吏百姓直接向皇帝 成帝秘密奏章 不必经过上书 群臣也可直接觐见皇帝 这些都使霍氏一家人极为恼恨 汉宣帝听说不少 关于霍显毒死许皇后的传闻 只是尚未调查 于是将霍光的女婿杜辽将军 魏央魏魏 平陵侯范名有 调任光露勋 将霍光的二女婿朱丽 钟郎将 与邻间人圣调出京师 任安定太守 几个月之后 又将霍光的姐夫给示忠 光露大夫张肃调出京师 任蜀郡太守 将霍光的孙女婿之一 钟郎将王汉调任五位太守 稍后 又将霍光的大女婿 常乐魏魏邓广汉调任少府 八月戊戌十四日 改由张安市为魏将军 魏央 常乐两宫魏魏 长安十二门的警卫部队 和北军都归张安市统领 任命霍宇魏大司马 却不让他戴赵丽英戴的大官帽 而是戴小官帽 且不颁给印信 受贷 撤销他以前统领的 屯树部队和官署 直使他的官名和霍光 同样为大司马 又将范明友的杜辽将军 印信和受贷收回 只让他担任光露勋一职 霍光的另一个女婿赵平 本位散其 齐都卫 光露大夫 统领屯树部队 如今也将赵平的 齐都卫印信和受贷收回 所有统领胡人和阅人骑兵 宇林军以及魏央 常了两宫卫所属警卫部队的将领 都改由汉宣帝所亲信的许 是两家子弟担任 当初汉武帝时 争调平凡 百姓困乏 穷苦之人触犯法律 纷纷作乱 无法平息 于是汉武帝命张汤 赵宇之类酷吏制定法令 定出有关明知有人犯法 而不举报和长官有罪 其辽署连坐等惩罚条例 对犯有给人定罪过言 或者栽赃陷害之罪的官吏 往往从宽处理 而对那些宽视犯人的官吏 则加重惩处 以后很多奸华的官吏 玩弄法律 转向引用比照苛刻的判例 使法网日益严密 律令更加繁科 法律文件对得满桌满屋 主管官员根本看不过来 因此各郡 国在引用法令时出现混乱 有的罪行相同而处罚各异 奸华官吏借机进行交易 索取贿赂 想使罪犯活命 就附毁能让他活命的法令 想置其于死地 就引用使其非死不可的条文 人们议论法律 都认为冤屈太多而感到悲伤 庭尉史据路人陆温书尚书汉宣帝说 却使齐桓公因此兴起 靖国发生因离姬的谗养而造成的灾难 却使晋文公后来称霸于诸侯 尽是我朝赵王不得善终 屡是一家作乱 却使孝文皇帝被尊为太宗 从这些往事看来 祸乱的发生 往往能造就出贤胜之人 大乱之后 必然会出现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变革措施 贤胜之人以此招是上天的旨意 以前孝招皇帝去世时 没有后四 昌义王银邪被乱 这正是上天未造就至圣明君开辟道路 我听说 春秋将继承正统称作即位 因尊重正统 对开端必须慎重 陛下刚刚登上至尊之位不久 与天意正相符合 应当改正前代的失误 已显示是继承正统 删去繁杂琐碎的法令条文 解除百姓的疾苦 已顺应天意 我听说秦朝有十项重大失误 如今有一项尚存在 即司法官吏的严苛 昆刑欲是天下重要的大事 被处死的人不可能复生 截断肢体的人也无法在街上复原 所以上书中说 与其杀死无辜的人 宁可偶尔失之宽纵 如今司法官吏 却并非如此 他们上下相争 都以苛刻为贤明 判刑严厉的 获得公正的美誉 而执法平和的人 却往往都有后患 所以 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 都想将案犯定为死罪 并非憎恨犯人 而是保全自己的方法 在于置人于死 因此 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 受刑的囚犯一个挨着一个 除以死刑的人 每年数以万计 仁慈盛名的人 对此感到悲哀 太平盛世不能到来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按照人之常情 平安的时候就愿意活着 痛苦的时候就希望死 言行拷打 什么样的口供都能得到 所以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时 审案官就修饰词语进行暗示 审案官为使囚犯的供词 对自己有利 就干脆清楚明白地告诉他 央如何招供 为了怕向朝廷奏报时遭到批驳 就想方设法 使定案的理由充分完备周密 上奏之后 即使是古代以善于审案定罪著称的高桃厅了 也会认为该犯是死有余辜 为什么呢 因为驱打成招 罗织捏造的罪行既多且明 因此 俗话说 即使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 作为监狱也不能进去 将木头人做成审讯官 也不要去面对 这些都是人们对严刑酷法痛心疾首的悲愤之词 希望陛下减省法令 放宽刑法 太平之风才能呈现于当今 汉宣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12月 汉宣帝下诏书说 近来 官吏们五文弄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都是朕的错误 安裕处理不当 使有罪者愈发作恶 无辜者遭受严刑处罚 父子兄弟悲伤愤恨 朕对此非常难过 如今派庭位使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 但直卷小奉禄少 应在设置庭位平四名 奉禄为六百十 务必使审判公平 以符合朕的心意 于是每年秋天 当对一年中的暗喻做最后决定时 汉宣帝经常到宣誓殿 住那里实行斋戒 亲自裁决 从此对各类刑罚暗喻的判决 号称公平 卓俊太守郑昌上奏章说 如今盛名的主上 亲自对刑罚诉讼做最后的判决 即使不设庭位平一职 司法也自会公正 但若想为后事确立规范 则不如从删改 修订法律条文着手 各项律令一经确定 百姓们知道怎样才能不触犯国家法律 奸华官吏也就无计可施了 如今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只是靠设置庭位平在末梢上补救 一旦朝政输泄 陛下对判决暗喻有所倦怠 则庭位平江揽权弄法 成为霍乱天下的罪首汉昭帝氏 匈奴增派四千骑兵以行为打猎为名前往车师国 后汉朝派武将军出击匈奴在车师打猎的匈奴骑兵惊恐不安 撤兵而去 车师国再次恢复了与汉朝的联系 匈奴得之后大为恼火 照车师国太子君肃前往匈奴 打算扣为人质 君肃是燕齐王的外孙 不愿去匈奴充当人质 便逃往燕齐 于是车师王改立另一个儿子乌贵为太子 乌贵当上车师国王之后 与匈奴结成婚姻 并建议匈奴截断汉朝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这一年 侍郎会击人郑吉和校伟司马 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在渠离屯田 积存谷物 并征调西域各城邦国家的军队一万余人 会和二人率领的昆屯田兵组 1500人共同攻击车师国 结果车师国大败 车师王乌贵请求归降 匈奴听到消息后 派兵进攻车师 郑吉 司马率兵北进迎击 匈奴军不敢向前逼近 郑吉 司马便留下一名后 率领二十名兵族负责监视车师王 自己率兵返回渠离 车师王害怕匈奴再派军队前来将他杀死 便倾其逃亡无孙 郑吉便即将车师王的妻子 儿女接来 用一马送往长安 匈奴改立车师王乌贵的弟弟兜末为车师王 召集车师国余下的百姓向东迁徙 不敢再留居原来的地方 郑吉便开始派官吏士族三百人到车师屯田 以充实该地 汉轩帝自及皇位以来 多次派使者查访其外祖父家的消息 然而因时间已相隔太久 查访到的人家大多虽像而实际不适 这一年找到了其外祖母王敖和王敖的儿子 王无故和王武 汉轩帝赐王无故 王武关内侯卷 短短十天时间 对王家的赏赐就已万万计 地劫四年 以卯公元前66年 春季二月 汉轩帝赐其外祖母 博平君称号封其旧府王无故为平昌侯 王武为乐昌侯 夏季 五月 山阳 己阴两地下了一场冰雹 如鸡蛋般大小 身二持五寸 有二十多人被冰雹砸死 当地的飞鸟也全部丧生 汉轩帝下诏书说 从今以后 凡属儿子窝藏父母 妻子窝藏丈夫 孙子窝藏祖父母的 一律不治罪汉轩帝 立广川惠王 得孙子刘文为广川王霍显 和霍宇霍山霍云眼看霍 家的权势日益被削弱 多次聚在一起 痛哭流涕 自怨自艾 霍山说 如今丞相当权 受到天子的信任 将大将军在世时的法令 全部更改 还专门宣扬大将军的过失 再者 那些儒生大都未贫贱出身 从偏远的地方来到京中 衣食无照 却爱说狂言 不必忌讳 大将军一向痛恨他们 但如今 皇上却专爱和这些俘虏谈话 他们每人都上书奏事 纷纷指责我们祸家 曾经有人上书说 我们兄弟骄横霸道 言辞十分激烈 被我压下 没有承奏 后来 上书者越来越狡猾 都改成秘密奏章 皇上总是让中书令出来取走 并不通过上书 日益不信任我 又听说民间纷纷传言 或是毒死许皇后 难道有这回事吗 霍显吓坏了 便将实情告诉霍宇 霍山 霍云 霍宇 霍山 霍云大惊 说道 果真如此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皇上将霍家女婿兜扁吃放逐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这是大事 一旦事发 必遭严惩 怎么办 于是开始有反叛朝廷的阴谋 霍云的舅父里 竟有一位要好的朋友 名叫张舍 看到霍云一家人惊慌不安 便对李静说 如今是丞相魏湘和平恩侯徐广汉当权 可以让霍太夫人向上官太后进言 先将这两人杀死 废掉当今皇上 改立新军 全由皇太后决定后辈长安男子张张告发 汉宣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和执金吾处理 逮捕了昆章社等人 后来汉宣帝下诏 命令不要抓人 霍山等更加惶恐 商议说 这是皇上尊重太后 虽不深究 但已可看出苗头不妙 时间长了还会爆发 一旦爆发 就是面门之祸 不如先下手围墙于世 命霍家女儿各自回家告知自己的丈夫 霍家各位女婿都说大霍一来 我们谁也跑不了 正巧李静音受指控结交诸侯王 而被朝廷治罪 审问中供辞涉及霍氏家族 汉宣帝因而下诏命令 霍云 霍山不适合再在宫中供旨 免之回家 山阳太守张场 向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 说道我听说春秋时期 公子既有有功于鲁国 赵衰有功于晋国 田丸有功于齐国 都受到本国的酬劳 并延及子孙 但是后来田氏篡夺了齐国政权 赵氏瓜分了晋国 济氏则专权于鲁国 因此 孔子做春秋 追踪考察各国的兴衰存亡 严厉批判清代府世袭制度 当年大将军霍光做出重大决策 使宗庙平安 国家稳定 功劳也不算小 周公辅政才七年 就归正于周成王 而大将军掌握国家的命运 长达二十年之久 在他执掌大权的鼎盛时期 威严震撼天地 势力亲临日月 应由朝臣明确提出 陛下褒奖 宠信已故大将军 以报答他对国家的功德 已经足够了 而近来辅政大臣专善朝政 外戚势力过大 君臣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别 请求解除或是三侯的官职 以侯的身份回家 对位将军张安氏 也应赐给己岸余守账 让他退休回家 以列后的身份充当天子的老师 由陛下时常召见 慰问陛下 则公开下诏 表示对他们施恩 听从大臣所请 群臣在聚礼力争 然后陛下予以批准 这样一来 天下人肯定会认为 陛下不忘就训的功德 而群臣又知理 或是一家 也可以事事代代 无忧无患 如今 朝中听不到直言 而使陛下自己下诏 这不是好策略 现在或是两侯 已被赶出宫廷 人情大致相同 因此 以我的心来猜度 大司马霍宇和他的亲戚 辽淑等必然会心怀畏惧 使天子的进尘 恐慌自危 总不是万全的办法 我愿在朝中公开提出我的意见 作为开端 只是身在遥远的山羊郡 无法实现 希望陛下仔细考虑 汉宣帝对张厂的建议 甚为欣赏 然而却没有照他来惊 霍宇 霍山等家中多次出现妖怪之事 全家人都非常忧虑 霍山说 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羊羔 兔子和青蛙 可以以此为借口 向他问罪 于是 密谋让上官太后 赦九宴款待薄平君王老 赵丞相卫乡 平恩侯徐广汉及其属下作陪 然后让泛明友 邓广汉奉太后之命 将他们斩杀 乘机废掉汉宣帝 立霍宇为皇帝 密谋已定 尚未发动 汉宣帝任命霍云为玄徒太守 太中代夫人宣为代君太守 就在此时 霍室的政变阴谋被发觉 秋季 七月 霍云 霍山 范明友自杀 霍显 霍宇 邓广汉等被逮捕 霍宇被腰斩 霍显及霍室兄弟姐妹 全部被当众处死 因与霍室有牵连 而被诛杀的有数十家 太扑杜延年 因为是霍家旧有 也被罢免官职 八月即有 初一 霍皇后被废 囚禁昆于昭台宫 以丑十七日 汉宣帝下诏 将告发或是政变密谋的男子 张张 七门董中 左曹阳运 势众金安上 使高峰为列后 其中阳运 是前丞相阳厂的儿子 金安上是前车骑将军金日弟弟的儿子 史高是史良帝哥哥的儿子 当初 霍室一家娇横奢侈 茂陵人徐福就曾指出 霍室必亡 凡奢侈无度 必然傲慢不逊 傲慢不逊 必然冒犯主上 冒犯主上就是大逆不道 身居高位的人 必然会受到众人厌恶 霍室一家 长期把持朝政 遭到很多人的厌恶 天下人厌恶 又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 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于是 尚书朝廷说 霍室一家权势太大 陛下既然厚爱他们 就应随时加以约束限制 不要让他们发展到灭亡的地步 尚书三次 天子听到了 魏家采纳 后霍室一家被诛杀 曾告发过霍室的人都被封赏 有人尚书汉宣帝 为徐福明不平说 我听说 有一位客人到主人家拜访 见主人家炉灶的烟囱 是直的 旁边又得有柴心 这位客人便对主人说 您的烟囱应改为弯曲的 并将柴心搬到远处去 不然的话将会发生火灾 主人默然 不予理会 不久 主人家果然失火 邻居们共同抢救 幸而将火扑灭 于是 主人家杀牛白酒 对邻居表示感谢 在旧火中烧伤的被请到上座 其余则个案出力大小 依次就做 却没有请那位建议他改弯烟囱的人 有人对这家主人说 当初要是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 就不用杀牛白酒 终究不会有火灾 如今论功请客酬谢 建议改弯烟囱 移走柴心的人没有功劳 而在旧火时被烧的焦头烂额的人 才是上客吗 主人这才醒悟 将那位客人请来 茂陵人徐福多次上书说 或是将会有叛逆行为 应预先加以防范制止 假如陛下接受徐福的劝告 则国家就没有划出土地 分封列厚的费用 臣下也不会谋逆叛乱 遭受诛杀的大祸 现在事情已然过去 而只有徐福的功劳 没有受到奖赏 希望陛下明察 加许其弯曲烟囱 移走柴心的远见 使他居于焦头烂额者之上 汉宣帝这才赐给徐福绸缎石匹 后又任命他为朗官 汉宣帝初级皇位时 前往汉高祖庙祭拜 由大将军霍光同车陪城 汉宣帝心中十分畏惧 有如芒刺在背 很不舒服 后改由车骑将军张安氏同车陪城 汉宣帝这才觉得轻松从容 十分安全亲近 等到霍光死后 其宗族最终遭到诛杀 所以民间传说 霍家的灾祸早在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时 就已萌芽了 十二年后 霍皇后又被迁到云林馆囚居 自杀身亡 班固赞于霍光身受辅佐右主的重托 掌握着汉朝的安危存亡 匡扶国家 安定设计 维护汉朝帝 拥立汉宣帝 即使是周公 一眼又怎能超过 然而 霍光不学无术 不明大理 隐瞒妻子的邪恶逆谋 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 沉溺于过多的欲望 始父王的灾祸加剧 身死才三年 宗族就遭诛灭 实在令人悲哀 陈司马光曰 霍光辅佐汉朝 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然而却终究未能庇护他的宗族 是什么原因呢 威严权柄 只有君王才能享有 如果由臣下享有 长期不归还君王 则很少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以汉昭帝的贤明 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节的奸诈行为 原来可以清理朝政了 更何况汉宣帝十九岁及皇位 聪明刚毅 了解民间疾苦 而霍光却依然长期专善大权 不知隐退 反在朝中广直私党 致使君王积蓄怨愤于上 官民积蓄不满于下 咬牙切齿 侧目而逝 都在等待时机发动 霍光自己能够免惑 已然是侥幸了 何况子孙更加骄横奢侈呢 尽管如此 假如当初汉宣帝专用官阶和俸禄 赏赐霍光的子孙 使他们富有 让他们享用大县的收入 定期前来朝见皇帝 也就足以报答霍光的圣德了 而汉宣帝仍然让他们主持朝政 授以兵权 等到事太严重 这才得他们加以财夺 以致他们恐惧怨恨 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 这难道只是霍氏一家 自己招致的灾祸吗 这也是汉宣帝酝酿而成的 春秋时 豆娇在楚国作乱 楚庄王灭其宗族 却赦免了担任真隐的豆客皇 认为如果不让当初 于国有功的豆乌图留下后代 就不利于勉励人们行善立功 以霍显 霍雨 霍云 霍山犯下的罪行 当然应诛灭全族 但立下大功的忠臣霍光 却不可无人祭祀 汉宣帝竟将其全族老小全部处死 一个不留 也未免刻薄寡恩了 九月 汉宣帝下诏降低天下严价 又下令各郡 国 每年将本地因受刑或病恶而死的囚犯的现份 姓名 官爵和所居一礼承报朝廷 由丞相 御史对地方官员考评 排出等级后奏报汉宣帝 十二月 清河王刘年 因被指控烂伦 被废去王爵 贬居房陵 这一年北海太守卢江仁诸义 以治理地方政绩和个人品行排名第一 被调入朝中担任大司农 渤海太守公岁也调入朝中担任水恒都尉 当初渤海周围各郡遇到荒年 百姓基谨 盗贼并起 二千十官员不能勤获制止 汉宣帝下令征选有能力治理的官员 丞相 御史举荐一国郎中令公岁 于是汉宣帝任命公岁为渤海太守 赵建石 汉宣帝问公岁 你用什么办法来治理渤海郡 平息那里的盗贼呢 公岁说 渤海郡递出海滨 远离京师 得不到圣明君主的教化 当地百姓为饥寒所困苦 而地方官启却不加体恤 所以才使陛下的子民盗取陛下的兵器 在小池塘中耍弄罢了 如今陛下是打算派我镇压他们呢 还是安抚他们呢 汉宣帝说 我征选贤良人才 当然是要安抚他们公岁说 我听说治理作乱的百姓 就如同整理一团乱绳一般 不能操之过急 只有先将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然后才能治理 我希望丞相 昆毓是不要用严格的法令 约束我的行动 准许我向鸡刑事 汉宣帝批准了公岁的请求 并加赏黄金 派他前往 公岁乘坐国家的一车 来到渤海郡界 郡中官员听说新太守来到 派军队前往迎接 公岁将军队全部遣还 并下达文书给所属各县 命令将所有负责 击捕盗贼的官吏一律撤销 凡是手持锄头 镰刀和其他农具的 一律视为良民百姓 地方官吏不得刁难 只有手持兵器的才算是盗贼 然后公岁单人读车 前往郡衙门就职 盗贼们听说新太守的命令后 立即解散 抛弃兵器弓弩 拿起镰刀 锄头 于是盗贼全部平息 百姓安居乐业 于是公岁下令打开官仓 镇计贫苦百姓 选派品行优良的官吏 对百姓们进行安抚 管理 公岁发现 其地风俗奢侈 人们喜欢经营工商业 不愿在田间劳作 便以身作则 提倡勤俭节约 劝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 按各家人口的多少 规定必须种树若干 养家畜若干 反百姓有戴刀持剑的 让他们卖剑买羹牛 卖刀买牛毒 说道 你为什么把撞牛和牛毒佩戴在身上 经过公岁的辛勤劝勉 往来寻查 终于是渤海郡内各家各户都有了积蓄 刑御宋案也大为减少 嫁给乌孙国王的汉朝公主刘解忧的女儿 是归姿国王匠宾的夫人 匠宾上书汉宣帝说 我有幸娶汉朝外孙女为妻 愿与公主的女儿同到长安朝见 元康元年 秉辰公元前65年 春季 正月 归姿王及其夫人前来朝见汉宣帝 汉宣帝赐给他们印信 寿代封其夫人公主称号 并给予十分丰厚的赏赐 汉宣帝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杜灵 并将丞相 将军 列后 二千十官员 以及拥有百万以上家财的人 迁往杜灵 三月 汉宣帝下诏 因有凤凰聚集于泰山 陈流一带 又有甘露降于魏央宫 所以大赦天下 有关官员再次进言 汉宣帝的父亲刘晋 应尊称为黄考 夏季 五月 建立黄考庙 冬季 设置建章卫卫 经赵尹赵广汉 喜欢任用那些世代为历者的子孙中 刚开始在官府任职的年轻人 专门锻炼他们的强猛和锐气 他们办事雷厉风行 无所回避 大多有胆识 不知犹豫为难 但最终 却因此而败亡 赵广汉 赵广汉出于私人的怨恨 将一名叫做容处的男子判处死刑 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 汉宣帝命丞相 御使负责审查 赵广汉怀疑丞相未相的夫人 曾杀死婢女 便打算用此事来威蝎丞相 但丞相却加紧了审查 于是赵广汉亲自率领官吏 兵族进入丞相府 赵丞相夫人前来 跪在院中接受盘问 并抓走了相府奴婢十余人 丞相未相上书汉宣帝为自己辩白 汉宣帝命廷位负责处理 经调查证明 是丞相自己 因一名婢女犯有过失 加以责打送到外宅后才死去 并非像赵广汉说的那样 汉宣帝厌恶赵广汉的行为 下令将赵广汉逮捕 关押在庭位狱中 官吏和百姓听说赵广汉被捕 纷纷守在皇宫门前嚎哭 达数万人之多 有人说 我活着对皇上并无益处 情愿带昆替赵经赵去死 让他留下来赵广小民 然而赵广汉终于被腰斩 赵广汉身为经赵隐 连结明察 以威严抑制豪强 使小民各得其所 受到百姓的思念和歌颂 这一年 少府宋仇阴声称 凤凰飞及鹏城 未到长安 不足以赞美 受到指控 被贬为四水国太父 汉宣帝争选通晓政务的博士 见大夫充任郡太守和丰国丞相 任命萧旺之为平原太守 萧旺之上书汉宣帝说 陛下哀怜百姓 唯恐恩德不能遍及天下 将朝中建官全部派到各郡 国掌管地方事务 但朝中缺少执剑之臣 就不能使陛下了解朝政的缺失 这正是所谓只忧虑末梢 而忘记了根本于是汉宣帝争调萧旺之担任少府 东海太守和东人尹温归 因治理郡务 成绩忧等被调入京担任又扶封一职 尹温归为人公正 连结 明察 对郡中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好坏 及奸邪之徒的罪状无不尽知 他对治下每个县的情况都有专门记载 亲自处理各县的政务 凡于下属处理事务过于科及 他便命其稍加平缓 如属下官吏办事稍有懈怠 他则亲自查阅有关记载督促 尹温归逮捕罪犯 都在秋冬考核官吏大会中 或出巡各县之际 而不在平日无事时进行 他逮捕罪犯 目的在于一意警百 官吏和百姓全都敬服 心怀恐惧 改过自新 尹温归出任又扶封 选用清廉公正 极恶如仇的官员担任高级职务 待人接物注重礼节 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 都同样对待 但对违靠命令者也必加处罚 然而尹温归为人温和谦虚 从不依视自己的才能看不起别人 因此在朝中尤其受人赞誉 当初 嫁与乌孙王的汉朝公主的小儿子 外年受到刹车王的宠爱 刹车王死后 没有儿子 当时万年正在汉朝 刹车国人商议 既想脱避于汉朝 又想取得乌孙国的欢心 于是上书汉朝廷 请求立万年为刹车王 汉朝同意所请 派使者西冲国护送万年前往刹车 万年刚当上刹车国王 就非常残暴凶恶 刹车人身为不满 汉宣帝命群臣举荐 能够出使西域的人选 经前将军韩增举荐 上党人冯凤氏 以位后身份充当使者 携带皇帝福杰 护送大腕等国客人 到达一巡城 正巧前刹车王的弟弟忽图征 联合邻国势力 一同杀死其王万年 和汉朝使者西冲国 自立为刹车王 当时 匈奴再次出兵攻打车师城 未能攻下 撤兵而还 刹车国派使者扬言 西域北陆各国已归属匈奴了 于是派兵攻打南陆各国 与各国结盟 背叛汉朝 使西域自善善国以西 全部与汉朝绝交 此时兜户正吉坤 校尉司马都在北陆各国间 冯凤氏与其副使延昌商议 认为如不立即攻击刹车 那么刹车将日益强盛 难以控制 必定危及整个西域 于是以皇帝福洁告遇各国国王 争调各国军队 南北两路共一万五千人 进攻刹车 结果刹车城被攻克 刹车王自杀 首级被送至长安 改立前刹车王 其他兄弟的儿子为刹车王 冯凤氏率兵将各国全部平定 威震西域 然后罢兵 奏文朝廷 汉宣帝召见韩增说 祝贺将军 你举荐的人非常出色 冯凤氏于是西至大腕 大腕王听说他杀死了刹车王 所以对他特别恭敬 与对别的使臣不同 大腕国向汉朝皇帝 进献了一匹叫做相龙的名马 冯凤氏将其带回长安 汉宣帝大为高兴 与朝臣商议 打算封冯凤氏为侯 丞相 将军等都认为可以 只有少府肖旺之表示反对 他认为冯凤氏作为朝廷的使臣 有指定的任务 而他却违背使命 擅自用皇上的名义 争调各国军队 虽然建立功勋 却不能让后人笑法 如封冯凤氏为侯 以后奉命出使的人 将以他为榜样 争着争调各国军队 以图建功余万里之外 使国家在外族地区多生事端 此风不可见长 因此冯凤氏不宜授封 汉宣帝认为肖旺之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任命冯凤氏为光禄大夫 没有封侯 元康二年 丁四 公元前六十四年 春季 正月 大赦天下 汉宣帝打算立皇后 当时 管桃公主的母亲华 及淮阳县王的母亲张 处孝王的母亲卫 都受到汉宣帝的宠爱 汉宣帝想立张为皇后 但迟迟不决 鉴于前皇后霍成军 企图害死皇太子留的教训 便挑选后宫中没有儿子 且行为谨慎的人立为皇后 二月遗筹二十六日 汉宣帝立长陵人王为皇后 命他作为皇太子的母亲 负其养育太子的责任 封其父王奉光为穷成侯 新皇后不受宠爱 很少能见到皇上 五月 汉宣帝颁布诏书说 行御 关系着万民的生命 只有能使生者不抱怨 死者不怀恨 才可以称得上是称职的官吏 如今却不是这样 有的官吏 用诈实巧 玩弄法令 断章取义 对律文 做出不同解释 判决暗欲轻重不公 又不如实上奏 连阵也无法了解真相 四方万民还有什么仰仗 指望呢 二千十官员 要分别督察自己的属下 不得任用这样的人 还有的官吏 擅自蒸发姚役 装饰宾馆驿战 使过往使者和官员 称心如意 超越职权 违反规定 以博取赞誉 这种情况 就如同踩在薄冰上 等待太阳出来 岂不危险吗 现在天下不少地方 有疾病瘟疫流行 朕十分怜悯 凡受灾重的郡 国 免除百姓今年的填租赴税 汉宣帝在诏书上还说 听说 古代天子的名字 民间都不常用 容易避讳 所以我改名为流巡 匈奴国的大臣们都认为 车施国土地肥沃 又靠近匈奴 如被汉朝得道 在那里大量肯田 积聚古物 必为我国之害 所以不能不将车施 从汉朝手中夺过来 于是多次派兵袭击 在车施屯田的汉人 正级率领在 渠离屯田的汉朝兵族 七千余人前来援救 为匈奴兵围困 正级派人向汉宣帝报告说 车施距离一千余里 在渠离的汉军兵力单薄 难以援救车施 希望能增派屯田军队 汉宣帝与后将军赵冲国等商议 打算成匈奴国力衰弱的机会 出兵袭击其西部地区 使其不能再骚扰西域各国 丞相卫下上书汉宣帝劝阻说 我听说 为人解救危乱 诸除凶暴 可以称之为义兵 兵行仁义 称王于天下 如果受到敌人的侵略 不得已起而应战 则称之为应兵 也可以取得胜利 为了一点细小的仇恨 忍不住愤怒而起兵 称之为奋兵 奋兵往往失败 贪图别国的土地 财富而起兵 称之为贪兵 贪兵将为别人所迫 自视国家强大 人口众多 企图在敌方面前 显示自己的威力 称之为骄兵 骄兵将会灭亡 这五种情况 不仅是人士实为上天的意志 近来匈奴曾向我国表明善意 得到汉朝的百姓 马上就将他们送回 未曾侵略我国边境 虽与我国争着在车师屯田 我认为不足介意 现在听说 各位将军打算兴兵攻入匈奴境内 恕我愚昧 不知此兵名义何在 如今边境各郡都很困乏 百姓们父子共穿一件狗皮货 羊皮衣服靠野草野果冲击 他们对自己的生存长长 感到忧心 难以争调他们去当兵打仗 老子说 军事行动之后 必然会出现灾年 就是说百姓们 以他们的愁苦怨恨之气 伤害了天地间的阴阳协调 所以一旦兴兵 即使取得了胜利 也会带来后患 恐怕灾变从此产生 如今各郡太守 各封国丞相多不称职 风俗尤为不正 水汗灾害不时发生 就在今年 儿子杀父亲 弟弟杀哥哥 妻子杀丈夫的共222人 我认为这种情况绝不是小事 现在陛下左右的人 不为此事担忧 却想发兵到遥远的满蚁之地 去报复细小的怨愤 恐怕正如孔子所说 我担心继孙氏的忧患 不再专于国 而在萧强之内 汉宣帝接受了未乡的劝告 指派长罗侯常会率领张耶 九泉的骑兵前往车师 揭政级及其所率将士还回去 又召前车师太子 正在燕齐的君宿立为车师王 将车师国百姓全部迁徙 让他们到去居住 将原车师国地区让给匈奴 汉宣帝任命政级为魏司马 负责善善以息的南路地区的安全 魏向喜欢阅读有关汉朝旧事的记载 和前人提出改良建议的奏章 多次列举汉朝建国以来推行的 于国有益的措施以及贤臣假议 朝措、董仲书等人的建议 奏请汉宣帝批准实行 丞相府的官员 因公事到郡国及休假 从家回到相府 魏向督命他们将各地发生的 奇闻异事报告给他 如果有的地区出现逆贼或自然灾害 郡府不向朝廷报告 总是由魏湘奏文朝廷 魏湘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协力辅佐朝政 汉宣帝对二人都很倚重 丙吉为人深沉忠厚 不夸要自己的功劳 自汉宣帝即位以来 丙吉绝口不提以前对汉宣帝的恩惠 所以朝中无人知道他的功劳 正巧一个名教则的耶庭所属功臂 让自己的老百姓丈夫上书朝廷 陈述自己对皇帝曾有抚育之功 汉宣帝命耶庭令负责查问次世 公帝则在供词中提到丙吉了解当时的情况 耶庭令将公帝则带到御史府来见丙吉 丙吉认识他 对他说 你当年抚育黄曾孙时 因照顾不周 我还曾责打过你 你有什么功劳 只有魏成人胡祖 怀阳人郭征清对皇曾孙有恩 于是分别将胡祖等当年共同辛勤抚养的情况 上奏汉宣帝 汉宣帝下诏 命寻访胡祖 郭征清 但二人已然去世 只有子孙尚在都受到丰厚的赏赐 汉宣帝又下诏 赦免责的官奴婢身份 使他成为平民 赐给他十万钱 并亲自召见 询问当年情况 这才知道丙吉对自己有救恩 却一直不肯透露 对丙吉的贤德大为感动 汉宣帝认为 肖旺之善于丑化 为人持重 很会分析议论 才能堪为丞相 打算仔细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 便又任命他为左逢义 肖旺之本为少府 如今从宫廷被降到地方 担心皇上对自己有不满意之处 便上书汉宣帝 以有病为理由 打算辞去官职 汉宣帝知道后 派室中成都侯金安上 向肖旺之解释自己的意思说 这样做都是为了考察 你治理百姓的能力 你以前当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 所以在调你到三府地区试用 并非听到什么不利于你的议论 于是肖旺之立即起身处理政事 当初耶庭令张赫多次在齐帝 车及将军张安氏面前称赞黄曾孙的才干 并谈到与黄曾孙有关的一些奇异征兆 张安氏总是禁止他说这些 认为尚有年轻的皇上 不应称道黄曾孙 到汉宣帝即位时 张赫已然去世 汉宣帝对张安氏说 耶庭令当初无端地称赞我 将军制止他是对的汉宣帝 追念张赫对自己的恩惠 打算追封他为恩德侯 为他设置二百人家守墓 张赫的儿子去世很早 收张安氏的小儿子张鹏祖为养子 张鹏祖幼年时又曾与汉宣帝一起读书 所以汉宣帝打算封张鹏祖为侯 先赐他为官内侯 张安氏对张鹏封侯之事坚决辞谢 又请求减少为张鹏守墓的户数 逐渐减之三十户 汉宣帝说 我本是为耶庭令 并不是为将军你 张安氏这才罢休 不敢再说 汉宣帝心中队员昌义王刘鹤很是忌惮 赐给山羊太守张厂诏书 命他严防盗贼 注意查看来往的人 并命张厂不得将所赐诏书公布出去 于是张厂一一奏报刘鹤的起居行指 写明他被废除后的反应 说袁昌一网肤色清黑 眼睛很小 鼻尖塌陷 胡须眉毛稀少 身材高大 有肢体伪弱的病 行走不便 我曾经与他交谈 想在说话时观察他的内心活动 便借用卧鸟引诱他坤说 昌义地区猫头鹰很多 袁昌义王说 是啊 以前我西智长安 一只猫头鹰也见不到 回来时 东行到济阳 才又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我观察他的衣着 言语 跪下 起立的举止 就像一个糊涂的白痴 我曾经对他说 另遵昌义哀王的歌舞宫女张等诗人 都没有儿女 刘守在哀王的墓地 请你放他们回家吧 他听后说道 宫女守墓 有病的不应医治 相互打架杀伤的 也不应处置 我想让他们早早死去 太守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呢 可见齐天性喜好走乱王的路 到底不懂得什么叫做仁义 于是汉轩帝知道 刘鹤不足忌惮 袁康三年 雾武 公元前六十三年 春季 三月汉轩帝下诏 风元昌义王刘鹤为海昏侯 以为初二 汉轩帝下诏说 朕在平民时 御使大夫秉急 钟郎将 史增 史玄 长乐 未未许顺 史中 光露大夫许严寿都对朕有救恩 还要以故耶庭令张鹤对朕辅导教育 使朕严习如数 恩惠卓著 功劳最大 诗经上说 没有不应报答的恩情 金特封张鹤的杨子 史中 中郎将张鹏祖为杨都侯 追赐张鹤嗜好为杨都哀侯 秉急为伯阳侯 史曾为江陵侯 史玄为平台侯 许顺为伯望侯 许严寿为乐成侯 张鹤有一孤孙名叫张霸 年仅七岁 被任命为散旗 钟郎将 次爵为官内侯 凡是汉轩帝从前的老乡时 下着当初在郡邸狱中 暗行律夫劳役的妇女中 曾对他有抚育之恩的人 都被赐给官路 土地 房屋 财务 分别按照恩德的深浅予以报答 秉急在受封时身患疾病 汉轩帝担心他一病不起 准备派人将伯阳侯印信送到他的身边 让他能在生前受封 太子太父夏侯胜说 秉急这次不会死 我听说 凡是机有因德的人 必然能在生前受到回报 秉严急子孙 如今秉急尚未得到陛下的报答而病重 这个病不会死后秉急的病果然痊愈 张安氏自认为父子都被封侯 权位太盛 便向汉轩帝请求辞去俸禄 汉轩帝命大司农所属都内衙门单独为张安氏收藏这笔无名钱达到数百万 张安氏谨慎周密 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决定后他总是称病退出 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再假装大吃一惊 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 所以即使是朝廷大臣 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 张安氏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 此人前来道谢 张安氏非常生气 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 难道可以思乡酬谢吗 从此与此人绝交 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 却没有调生 自己去求张安氏为他说话 张安氏对他说道 你的功劳很大 皇上是知道的 做人臣子的 怎么能自说长短处 坚决不答应他 不久 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 张安氏见自己父子地位遵险 内心深感不安 便为儿子张严寿请求出任地方官 汉宣帝任命张严寿为北帝太守 一年多后 汉宣帝连续张安氏年老 又将张严寿调回朝廷 担任左曹 太扑 夏季 四月丙子 十四日 汉宣帝立皇子留亲为淮阳王 皇太子留年十二岁 以通晓论语 孝经 太父书广对少父书寿说 我听说知道满族的人不会受辱 知道是可而止的人不会遇到危险 而今我们做官已到二千世高位 功成名就 这样再不离去 恐怕将来会后悔 于是 当天 书职二人就一起以身体患病为理由 尚书汉宣帝请求退休 汉宣帝批准所请 家赐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也赠送黄金五十斤 公卿大臣和故人在东都门外设摆酒宴 陈设为帐 为他们送行 前来乡送的人乘坐的车辆达数百辆之多 沿途观看的人都赞道 两位大夫真是贤明 有人甚至为之感叹落泪 书广和书寿回到家乡 每天都命家人变卖黄金 设摆宴席 请族人 就有宾客等一起取乐 有人劝书广用黄金为子孙购置一些产业 书广说 我难道年迈昏庸 不顾子孙吗 我想到 我家原本就有土地房屋 让子孙们在上面勤劳耕作 就足够供他们饮饰穿戴 过于普通人同样的生活 如今再要增加产业 时有盈余 只会使子孙们懒惰懈怠 贤能的人 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 愚蠢的人 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 况且富有的人 是众人怨恨的目标 我既然无法教化子孙 就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 而产生怨恨 再说这些金钱 乃是皇上用来恩养老臣的 所以我愿与同乡 同族的人共享皇上的恩赐 已度过我的余生 不也很好吗 于是族人都心悦成福 影川太守皇霸 命郡内驿站和相关一律 处养鸡 朱 用以救济独身男子 寡妇和贫穷之人 后来又定立规章制度 设置父老 师帅 武长 在民间推行 教育百姓 行善防恶 务农养残 节俭用度 增加财富 种植树木 饲养家序 不要将钱财浪费在表面 或无益之处 皇霸治理地方 既砸且戏 开始时似乎繁琐细碎 皇霸却能集中力量贯彻推行 接见属下官吏 百姓时 从交谈中寻找红锁 询问其分潜伏的问题 以相参考 皇霸聪明 而能够认识事情的真相 蜀利及百姓们 不知其所以然 都称赞他如神明一般 不敢有丝毫欺瞒 奸邪坏人 纷纷逃到别的郡 影川地区盗贼日益减少 皇霸对下属官吏 首先进行教育和感化 如有人不遵教化 再对其施以刑罚 力求成就 保全他们 许县县城 年老耳聋 郡都有禀告皇霸 打算将其斥足不用 皇霸说 许县县城是个清廉官吏 虽然年老 但尚能下败起立 宋网迎来 只不过有些耳聋 又有什么妨碍 应好好帮助他 不要使贤能的人失望 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他说 频繁地变更重要官吏 会增加宋就迎新的费用 奸华官吏 也会借机藏匿档案记载 盗取财物 公司费用耗费过多 全要由百姓们承担 新换的官吏 也未必闲能 或许是还不如原来的 就会突然增加混乱 治理的方法 不过是去掉太不称职的官吏 而以皇霸外 昆表宽厚 内心明察 很得官吏 百姓之心 郡内户口 年年增加 政绩天下第一 汉宣帝征召他 担任经兆引 不久 因被指控违法 连续受到降级处分 后汉宣帝下诏 让他重新回到尹川 以八百十的官制 充任尹川太守 元康四年 几位 公元前六十二年 春季 正月 汉宣帝颁布诏书说 年纪在八十以上的人 除犯有诬告 杀人 伤人之罪以外 其他罪一概免与论处 又扶封尹 翁归去世 家无余才 秋季八月 汉宣帝下诏说 尹翁归连结公正 治理百姓 成绩优异 赐给尹翁归之子 黄金百金 作为祭祀之用 汉宣帝命有官部门 查访汉高祖功臣的子孙中 失去侯爵的人 共查出怀里 宫城周广汉等 一百三十六人 一律赐予黄金二十斤 免除其家 姚义赴税 命其负责祖先的祭祀事务 事事不绝 秉云十一日 傅平侯张安氏去世 当初 浮阳结侯 维贤去世后 维贤的长子维红 因罪被逮捕下狱 维家贾托维贤 生前有令 以二儿子大和都尉 维玄城 作为维贤的继承人 维玄城深知 这并不是父亲的本意 便假装疯癫 躺在粪鸟之中 胡言乱语 又笑又闹 安葬了维贤之后 维玄城应当继承扶养侯爵位 但他却继续假装疯癫 不肯应照席诀 大红炉向汉宣帝奏报此事 汉宣帝命丞相 御史何彦是否属实 查办此事的丞相史 便写信给维玄城说 古人辞让爵位的 都著有文章 说明自己的人意行为 因此才能流芳后世 如今你却只是毁坏容貌 忍受耻辱而伪装疯癫 有如微细的光亮 照不了多远 你所能得到的名声是很小的 我一向愚昧浅漏 勉强为丞相办事 希望能稍微听到外界对你的议论 不然的话 恐怕你会因清高而受到伤害 我成了检举你的小人维玄城的朋友 一个叫做张的侍郎也上书说 盛名的君主为国尊崇礼让行为 应当优待维玄城 不必违背他的意志 使他得以自安于清贫的生活 而丞相 遇使则以维玄城本 没有封颠知病为理由弹劾他 汉宣帝下诏 命不必弹劾 命令他来承袭爵位 维玄城迫不得已 只得奉命席爵 汉宣帝欣赏他的智杰 任命他为河南太守 车师王乌贵逃到乌孙后 乌孙将其收留 汉朝派使臣责问乌孙 乌孙将乌贵送往长安 当初 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 隔断了羌人与匈奴联系的通道 并驱逐羌人各部 不让他们居住在黄中地区 极致汉宣帝即位 太光禄代辅义区安国 巡查羌人各部 羌人先陵部落首领 对义区安国说 我们希望能时常北渡黄水 到没有耕地的地方放牧 乌区安国表示同意 并奏文朝廷 后将军赵冲国弹劾乌区安国 奉使不敬 擅作主张 此后 羌人以汉室曾经许诺为借口昆 强行渡过黄水 当地郡县无力禁止 九 先陵部落与其他各羌族部首领二百余人 解除相互间怨仇 彼此交换人质 共同猛事 汉宣帝听说后 就此询问赵冲国的看法 赵冲国说 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 是因为其部落各自有首领 彼此间多次互相攻击 势力不统一 三十多年前 西羌背叛朝廷时 也是先解除自身内部的仇怨 然后合力进攻令居 与汉朝对抗 历时五六年才平定 匈奴多次引诱枪人 企图与枪人联合进攻张耶 九泉地区 让枪人在那里居住 近年来 匈奴西部地区受到困扰 我怀疑他们又派使者到枪中 与枪人部落联合 我恐怕西枪事变并不局限于此 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 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 一个多月以后 枪人首领枪侯狼河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借兵 企图进攻善善 敦煌隔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 赵冲国认为 狼河不可能独自定出此计 我怀疑匈奴使者已经到达枪中 先灵等枪人部落才解除仇恨 定立盟约 一到秋季马匹肥壮之时 必有事变发生 应派出使臣巡视边塞防御情况 预先备好斥令 设法阻止 羌人各部落解除仇恨 瓦解他们的联盟 以揭露他们的阴谋 于是丞相 欲使再次秉民汉宣帝 太义区安国巡视羌人各部 区分各部的善额 这时候因农业连年丰收 一时谷物的价格是五钱